羊花落尽子归蹄 闻到龙彪过午夕 我记仇心与明月 随风直到夜郎夕 你听过这首诗背后的故事吗 这首诗的题目叫 《闻王昌龄左迁龙彪遥有此迹》 右为尊为上 左迁就是被贬 这首诗是李白听到王昌龄 被贬到湖南写下的一首诗 圣唐七诀最杰出的代表 一向是李白和王昌龄并称 这两个天才诗人 生平又都有政治诗意的经历 而王昌龄的命运似乎更加悲苦 他一生官悲直晓 试图屡遭挫折 开元间曾贬岭南 天宝初折迁江宁 天宝六年再被贬到龙彪 被贬的理由据说是不护戏刑 就是小结尸检 连个像样的罪名都找不到 这正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词了 古是以杨花落 紫龟题开篇 古有杨花入水化为扶平 紫龟生相不如归去等说法 作为诗歌异象 自能引起身世扶平 天涯积虑的酬情 紧扣王昌龄贬折之事 四句的龙彪是地名 听说龙彪过五溪 五溪地处偏远 龙彪比五溪还要远 不堪之意 异于言表 措辞却含蓄从容 按唐贞观年间 龙彪分至三线 其一约 野狼 野狼西更增边缘之感 由于诗人不在朋友身边 不能当面安慰朋友 才想到要写一首诗 写诗的当时 或许他正对着一轮明月 于是得到极景好聚 我记仇心与明月 随君指导夜狼西 这两句的意思是说 让我把一片同情 寄给天空的明月吧 不论你走到哪里 即使已经到达贬折之地 你也会看到 这同一轮明月 诗中没有一个字名言 对朋友被贬之事的看法 字里行间却饱含同情和理解 诗人把自己的仇心 赋予具象的明月 一个孤独高洁光明的形象 这就意味着诗人 坚信朋友的清白无辜 从精神和道义上予以支持 无形中也对迫害无辜者 投以愤慨和轻蔑 若干年后 王昌龄早已无辜 李白本人却因报国心切 而无辜下狱 最后背叛长流夜狼 走了一段 王昌龄当年所走的曲折之路 再次体会到人间行路之难 一路上他一定会想起这首旧作吧 投音 当然 见诗人不仅常愿意 不仅常愿意